心理恰恰门 那如果你习惯在YouTube上收听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集的内容 你的任何小行动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哦 佳玲啊 我今天录影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怎么说 因为昨天我妈妈去打了疫苗 真的啊 对 哦 恭喜恭喜 我妈好像 我爸妈也快了 对 就我们最近台湾疫苗的施打率慢慢上升 就是大家会来 越来越有安心感 是 对 那虽然说在 我现在有微解封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没事还是少出门啊 对对对 我们还是先安全至上 我们现在在录影的这个当下是刚好 录影的当下是微解封第一天 对 那不晓得等我们这个节目上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真的降级了 我们都很期待了 如果就恢复二级也蛮好的 蛮好 至少可以在外面吃饭了 对对对对 只是说在我们这一段三级防疫期间 就大家都很自律的在家里嘛 所以就难免会跟家人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 有我最近有听到比较多跟家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 对啊 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谈谈 就是太密切的相处啊 它会有一种情绪上的热唱效应 对不对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聊太深刻的家庭情感纠葛 我都没有觉得我们之前聊得很深刻有吗 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进去了 就深刻了是不是 对对我们有时候聊聊就不小心就进去了 但但我们的敲粉爱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 OK 我们来聊热唱效应 对那什么叫热唱效应呢 它其实就是像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是 就是你就想象如果有一群人他们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可是那房子里面没有空调 那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就是很闷啊 没有空气 对对 就是那是物理上的身体不舒服的感受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热唱效应 它其实就是心理上的那种有点发烧的感觉 是是 对 所以 这个其实它原本的出处是来自于 他们在发现有些人在坐飞机的过程 然后机舱如果没有空调的过程里 它那个温度会越来越高 然后于是人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浮动 那心理学称这个叫做优臂烦躁症 也就是 不是优臂空间恐惧症 是优臂烦躁症 对 大家比较 大家对优臂恐惧症比较熟悉 但那个优臂烦躁症 它也还有一个更好懂得俗称叫做小乌热 听起来还蛮可爱的 它也在那个艾斯基摩人的这个家有发现 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会很冷不能出去 所以他们那个小屋子就会越来忘 你知道那个人真的有叫人气 你知道吗 就房子就是如果人多了 你真的会有一种 呼呼呼的感觉 就是即便艾斯基摩那个地方 好像都比较是低温的地方吧 可是因为那个空气不流通啊 我记得像实体开还在办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有感觉 比如说我们平常上班就五六个人 那你冷气开个二六二五就很舒服 对不对 但是如果学员进来 很可怕 要开到二十度 大家才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请教杨老师的就是 人为什么会发生小乌热的现象呢 好哦 小乌热这个 我们先讲它最典型的行为反应 如果你有发现你在这一段期间 就是可能从五月中到现在 对 你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最近容易很变得很焦躁 然后烦躁 进不下来 而且很容易就跟旁边的人有冲突 他看你不爽 你看他也不怎么爽 这是一种 就是变得很烦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烦 那当然你可能会把它解释成是防疫 就是一个典型 但有另外一种人 他就是变得过度麻木 就是一种很烦很烦就步步调 但另外一种就是越来越无感 他就是因为哪里都不能去 然后能做的事情都被剥夺 所以他就会失去对生活的乐趣 是 还蛮两极的 对 对 那其实小乌乐 大家 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是新的 可是其实大家应该很熟 而且你其实也活在这个状态底下一阵子了 不只是三级防疫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 小乌乐的放大版 就是你住在很拥挤的城市 有没有我们在城市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出去旅行 对 就是因为觉得外面比较开阔 就是在城市觉得阿赞啊 对 城市很容易焦躁 有没有 城市很容易紧张 然后人与人的距离因为被迫压缩嘛 对啊 就是你很容易遇到人 然后坐电梯也要遇到人 然后去买个东西还要排队这样 所以每个人能够分到的空间很有限 那于是他就很容易就变 我刚才讲 要不然你就很烦躁 要不然你就会开始变得无感 因为刺激量太大 冷漠疏离 对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关掉 不然的话你会崩溃 因为资序量太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状况 就是我们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身体下意识的会想要出去走走 晃晃 晃晃气 对对对 这是在很自然的反应 它就是一个起伏的需要 正常的需求 好 可是这在疫情之前都很正常嘛 我们从来没有 就不知道原来走去公园 是一件这么奢侈的事情 对 没想到爬阳云山居然是一种高级享受 对 可是爆发之后就会变成 都不能去 那一开始是担心啦 后来我自己其实 我其实也觉得受不了 所以 没有头发出去 我有戴着口罩出去 出去走走 OK 不然真的会原地自爆 OK 就是因为压力都没有地方去 所以我会先讲这段期间 因为其实国外也有开始研究发现 新冠疫情它不只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包含对心理的创伤 讲明显一点当然是离病啊 就是你患病确诊 跟你有亲人真的过失 那个创伤我们可以想象 可是另外一种创伤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段时间那个情绪的波动 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不意识的时候 它会造成你很多人际上的冲突 是是 对 那如果 所以你这段时间 如果你发现你脾气变不好啊 可能就是小孩怎么看他都不爽啊 然后每天都 又不能把他送出去嘛 对不对 我刚刚中午看到我一个同学的讯息 非常有趣 我同学说 他今天早上 在捞光捞地的煮早餐的时候 然后他儿子出来啊 就吐吐桌上的导入 就意思就是说 妈我们就吃这个 然后我同学就干给好他说 你一天到晚给我 坐在冷气房里面打电动 你还闲东闲西的 不然你卖家 就这样 很容易很容易 就是看小孩不爽 看伴侣不爽 看什么东西都不爽 然后 然后甚至对国家很不开心 这段时间就特别觉得 所有人都做得不好 如果你有发现 你这段时间很容易发脾气啊 甚至你觉得对未来没有希望感 我要跟你说 这不是真的 这是我们的心 有一点点发炎了 那就是 你把它想象成你身体发炎 我最近刚好拉伤我的腰 你真的对肌肉发炎很有感 身体发炎 就是碰一下就痛 我以前那 对 就稍微 我有点不胜 拉到我的腰 我那时候去闪到的时候 心里想 果然 年纪大了 怎么这么容易 我没有画你这个重点 你自己画的哦 好 那我们也知道嘛 我们刚拉伤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冰服啊 镇定一下 那这个一定会过 就像 我到现在 今天已经第三天 还是第四天 我已经觉得 比第一天好很多 还是有微微的热感 是不是 就是会啦 就有感 可是就是 我心里知道说 哦 他发炎 所以我就是尽量 不要去碰他 然后就 动作小一点 慢一点 对啊 这就是小污热 好哦 那说到我自己身上 我其实在聊这一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 以前写八点档的经验 就那一次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没出门 然后 其实戏快 三个月你连 真的铁门都没有迈出去 对 没有 哇 所以你居家隔离的经验 还蛮丰富 对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 练习这项技能 这是一种生存技能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 刚好遇到跨年 然后那天晚上 就是大家聊一聊 就想说 好像有一点点存档 就是明天还有一集 不用明天马上就拍 就想说 啊 大家跨年啊 去放松一下 是 然后我就 当下就觉得 我有个直觉 我应该要出门 虽然当时会觉得 好像睡觉 也可以补充体力 可是我当下就觉得不行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一直等到我 拿到摩托车钥匙 骑上摩托车之后 然后我有一个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印象是 当摩托车吹上台北桥的时候 就是要冲向我的101嘛 我那时候真的发现 就是自己的手 是不由自主的 把油门吹到底 哦 就是 你要享受那个急速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就是我会觉得 心里面有一股力量 是 对 然后它还让我 大口的呼吸 哦 对 你才觉得有活着的感觉 是不是 好像是 然后我那时候 有意识到 觉得 觉得自己真的为了工作 麻痹了自己 就是所有的那个感官都关掉了 就我刚才讲 要不烦躁 要不就麻木 对 对 我那时候才知道 我那时候可能是小乌热了 很热哦 三个月不出门 你是怎么办到的 难怪你皮肤这么白 不晒太阳 变成吸血鬼 你维他命D一定不够 有啦 我现在有在吃保健食品了啦 好 那杨老师 我们在家里面 遇到小乌热可以做什么啊 OK 好 如果真的已经就是 像现在就为了防疫嘛 去理解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 或者所谓的这个牺牲 我觉得那个 不停的提醒自己 为什么这么做 还蛮重要的 就像你那个时候 你就是为了要写戏嘛 或者是你的一个职业 你的发展 甚至就是很明白的 就是为了赚钱 也都很好 我那时候有很明确的daylight啦 就大概三个月 不会超过四个月 对 可是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啊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 这么辛苦 你可能是要赚钱 对 然后你可能是为了 让自己有一出 可以说得出去的 作品 作品 好 那我们现在其实的理由 就很简单嘛 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出门 隔离在家 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啊 就是忍一忍嘛 其实我真心觉得台湾已经算 还蛮能忍的 民族了 真的 我觉得还蛮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硬封城 对 然后大家的公共意识就也都还蛮高的 水平蛮高的 是 虽然还是真的慢慢慢慢的人 有慢慢跑出来啦 就是跟第一周第二周比 你可以感觉路上的人有点这样 收出来 然后大家也都很怕别人的眼光 想说那我赶快晃一下 赶快回家好了 就是 这真的是 我心里知道这必须 就是你完全把一个人 锁在家里久了 是会出事的 其实国外有很多的研究 已经发现 监狱 某种程度我们之前 如果真的完全不能出门 跟监狱没有两样 监狱还可以一个小时放风 有没有 对啊 他们有定期 定时放风 其实国外都有研究发现那种 比如说去关到那种 那个叫什么 就是 你说单独的紧闭室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剥夺 而且那对人是伤害 并没有任何改进改变的效益 我前几年不晓得看 北欧哪个国家 我有点忘了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用 他们去被关啊 他们并不是去剥夺 他们的自由这么简单 他们真的是让 犯人进去像度假村一样 就他们每天干嘛 你知道吗 干嘛 练瑜伽 你是说北欧的监狱吗 监狱 对 我忘了哪个国家 就是他们真的 花钱去改造 因为以往我们就是 把人丢进去之后 然后觉得他自己会变好 然后一直用惩罚的方法 对 可是他们觉得这没有用 所以他们就其实是教他们 进去按摩啊 身心灵的课啊 哦 真的哦 瑜伽 我是说真的 那目前有效果吗 对 他们后来发现 这样子啊 就是真的可以让人 有适度的跟外界互动 然后他们也不是狱卒 以前我们就是管理嘛 就是对 但他们后来的态度 就并不是 是有点像老师的身份 陪伴这群犯人 然后他们的犯罪率 从本来的出去之后 会再犯是五六成 还六七成 变成后来改成这种 度假型的之后 变成两三成 下降率非常高 可是我们为什么聊到这 就是有一个新的心态 我觉得他就让我想到 那个之前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题目是我们 就是用宠物在疗愈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是类似的逻辑 是就是 我们都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 可以忍得过去 是因为我们相对知道 有个期限嘛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期限的 其实是很痛苦的 回过来除了小污热之外 我们这段时间是隔离 那有一些人 我想到的事情是 他可能离乡背景出去工作 出国 或要北漂 或要台北 那他某种程度 他也必须相对他的以前 他被剥夺了一些事情 譬如说他要住在一个 小布拉基的 套房 对 套房 然后支撑自己走下去 而且那时候没有人际连结 刚到新的地方 所以那个 知道自己为什么 然后有一个期限 这个东西 不断地去复习 自己做这个选择的目的 其实是会让人有力量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真的快要爆炸了 就是你必须承认 而且就是好好的 对待自己 然后问自己说 好啊 那我要做一点什么 会比较好 对啊 如果是小污热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点什么 会让我好一点呢 你会做什么 你那时候 写戏的时候 都就是一直写一直写 没有做别的事吗 还是根本没空 我那时候 真的就只有两种模式 醒着就在电脑前 那不然就是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是洗澡吃饭啊 那些都已经是 无意识的行为 就是 你有洗澡吗 我有洗澡 我一定要洗澡 我这个 很根深地步的洁癖 是没办法的 我一定要洗澡才能够睡觉 对就是除了 呼吸无意识吧 吃饭洗澡 也都没什么意识 对 但我在准备题目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我在家里面 发生了小污热 然后确实 又不能出去的时候 我应该会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刷厕所 因为你知道 刷厕所 厕所就是比较容易 藏污纳垢嘛 是 那它的那个成就感 是很明确的 是 对 然后同时 可能也有点催眠效果吧 就有一些视觉上的催眠 对 就是你刷掉了 清掉了 然后可能厕所变得芬芳了 嗯 对 它就让我舒缓了 嗯 确实有这个效果 就是透过 整理外面的环境 然后仿佛心里也被洗涤啦 或者是整理干净 这是你 刷厕所 还有咧 还有 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做做菜 嗯 虽然我很少在家里做菜 但有时候就是自己打个面粉啊 然后 呃 倒一瓶 玉米 玉米罐啊 然后就煎个 面粉煎 就也是个调剂 是 就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是啊 就是 其实我们俩蛮像的 就是我这段时间 有一点烦躁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也就是 去做 家事 嗯 就是做家事这个过程 会让我觉得 啊 你喜欢刷厨房 对对对对 我这段时间有刷一次 把厨房整个那个油网都换掉 刷厨房很有成就感 一样就是那个 看到它变干净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那 我也是这段时间 因为反正也不能在外面吃饭嘛 嗯 我就多学会了几道菜 哦 我学会煮三杯鸡 有有有 我有吃过 还有呢 就是 就是做这些 嗯 很简单的小事 可是它可以转移一下 注意一下 我这段时间也很认真的种植物 嗯 嗯 我所谓认真种 就是以前我 比较不会去 就是 就家里有植栽 但就是 就是去浇水 但这段时间 我就会 三不五十的去多 留意它们 我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 嗯 植物真的会 就是你没给它水喝的时候 它真的会垂垂 它也不到哭死 对 但是它那个 它就是 无力无力的感觉 就是微微的 对 但是你只要浇水下去 大概一个小时 对对 它就停起来 对对对 我就发现 呜 你现在才发现 我在居家隔离的过程 我就 不是居家隔离 居家 居家防疫 防疫的期间 我发现 诶 是真的耶 你对它好 它是会有感觉的 是啊是啊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真的把它当成一种生命 就是 我再也不会觉得它没有感 这样子 我就是会 好好的关注它 所以就是 家里面又多了一个 植物小孩子吗 对啦 嗯 那我觉得像做菜这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活动 因为它第一个 转移到你的注意力 然后而且它有成品 嗯 做出来之后 大家吃了就还蛮开心的嘛 虽然你们都不太嫌弃我啦 就都说 还蛮好吃的 这样子 开什么玩笑 杨老师愿意下厨 那东西不管是什么 吃就对了 嗯 嗯 这让我想起 以前在苏澳的时候 夏天 啊你是有冷泉的 对 我就直接跳进去的 哦 那这日子也很快乐 嗯 还不错 就旁边有一个冷泉 还蛮舒服 舒喜的 好 那如果啊 如果我们现在 呃 因为小污热心情 有点点发烧 发炎了 然后这时候跟家人 有冲突怎么办 OK 好 还是难免嘛 嗯 就是因为实在太密集了 嗯 那我觉得 你就彼此都心里知道 这真的不是 不是永久会这样下去的 嗯 它就一段时间 嗯 那不急着处理 就是发现彼此脾气都暴躁 就有个默契 就是我们就是先冷静 嗯 五分钟十分钟 或隔天 嗯 盆静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问题 先不要在那个热点上 对 去凑热闹 你想要看这个人就发烧 一个 你怎么跟一个发烧的人 好好谈事情 对 你怎么叫一个发烧的人 你清醒 对不对 对啊 就不容易 就叫他先去睡觉 嗯 所以就是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说 所有人都不容易 嗯 不管你的行业 有没有被影响到 我真的觉得 像我 像我前 前几天 我就 我终于出去弄头发 因为我真的有点看他 看不过去 嗯 然后因为其实 也 就是要很小心 嗯 过程都很长 然后我就心里有一种感觉 如果我现在 赚很多钱啊 然后现在就是 我行业不会被影响 可是我真的会活得 比较开心吗 其实不会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 没有 就是外面的世界 都断了连结啊 对 然后我忽然觉得 为什么以前觉得 放假很好 那是因为你在一个 只有你 只有你在房间 然后大家还在工作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还蛮开心的 这种心态很有趣啊 对 但现在大家都不能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都不行 不行活动的时候 你忽然会觉得 你拥有的 其实 似乎也没有那么好了 就是走出去会觉得 有一种世界换了一个模样的样子 嗯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段时间 嗯 不要做重大的决定 嗯 这段 很不容易的过程 其实所有人的身心压力都很大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嗯 有一些你比较生命技术的问题的话 再缓一缓 嗯 然后再多琢磨一点 不急的这段时间 要做出 什么决定啊 抉择 嗯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真的真的 呃 还是难免会有一些小 小摩擦 小摩擦已经发生了 嗯 那这个时候最有快 最有效的冰敷方法 就是 记得这个口诀 叫做 道歉 道理 跟道谢 OK 道歉 道理 道谢 好 比如说有的时候 因为那个太紧密了 嗯 有时候伴侣之间就是 他可能跑来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就突然就很烦 就发飙说 你不能自己处理吗 对 你没看我现在忙吗 有没有 就会发脾气嘛 那有时候你就是先冷静下来 如果真的是你 你真的口气不是很好 或是 就算不一定完全是你 但我都还蛮建议你可以按照底下这个 顺序 顺序跟公式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先说 很抱歉 我知道我刚刚对你讲话口气不是很好 对 这边先道歉 那我因为今天可能老板跟我 就是 就是说这个报告 他不满意 好 他要我重做 然后我心里有点烦 刚好你又来这边问我问题 我就没耐心 哦 他帮他理顺了 他为什么心情烦躁的理由 对 所以这是他道理 让对方明白嘛 对 那谢谢你有些人想到就是孩子的问题啊 或者是预算的问题啊 那我现在好多的 我可以跟你好好讨论了 那不想你方便吗 不方便 不方便就等你方便的时候 所以刚刚我就先道歉嘛 然后道理跟道歉 这里的道理不是真的要讲大道理啦 是指说 哎你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你自己的状况 你的内在活动怎么了 对 把那个条理理顺了 真的 这很重要 就需要让对方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方会觉得有一种被你在乎 被你放在心上 而且前面的先道歉 是先接触对方的情绪嘛 是是是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很好的口诀 道歉道理道谢 好哦 那如果 如果你也在家里面 会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 要记得杨老师的这个口诀 先道歉 然后跟他说你的道理 然后最后道谢 那就算被对方打枪也没关系 先深呼吸 好 那就等你方便再说 是是是 好 那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 今天是不是也刚好 就是50岁以下 可以开始登记疫苗了 今天啦 对对 但是上线的时候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始打得到 都打到疫苗了 对 就是我们 整个环境都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我们 我觉得就是可以期待未来 那如果在这段时间呢 你难免还是会有一些 心里面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就工商服务一下咯 杨老师的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是可以值得参考的 线上课程 是是 就是所有起点线上课程 你这段时间 反正不好哪里走嘛 就把它学习 对自己一个投资 对 然后就算我们之后 世界一切恢复稳定了 那你也是等于帮自己 增加了一点点心理的免疫力 你就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未来 是 好 相关的连结都在 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哦 那记得有需要的话 手刀按下去 就可以加入我们学习咯 好的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 跟你在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